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7号公布了12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 确认2987名代表资格有效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代表中党政官员的比例明显降低 基层人员明显增加 分析认为这次人大会的看点应该是高层人士的分布 而不在于谁当代表 因为符合共产党的意志 按照共产党的方式去进行表决 谁当代表都一样 12届全国人代名单被认为是中共官场人事布局的重要指标 中央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除非最后一刻出现变化 否则现年59岁的前驻日大使王毅可能获派出任外长 王毅曾在2004至2007年被派驻日本 而按照惯例 国务院内阁部长正职不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在现任的内阁成员中 外交部长杨洁篪 监察部长马文 财政部长谢旭仁 铁道部长盛光组 卫生部长陈竹 都被选为12届全国人大代表 分析指出 这预示着他们的职务可能会出现变化 至于七名政治局常委中 习近平在上海团 李克强在山东团 张德江在家乡吉林团 于正生在湖北团 刘云山在内蒙团 王岐山在北京团 张高丽在天津团 这些地方有些是他们的故乡 或者是他们工作过的地方 不过李克强与山东似乎没有什么关联 而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局委员汪洋 则转到故乡安徽团 香港大公网分析 从以往的做法来看 如果一省代表团之中 没有任何一位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则在两会的选举中 代表团里将有人当选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 据报道 在2987名代表名单中 党政官员的比例名义上降至约35% 报道分析 有不少官员是改代知识分子的帽子 所谓基层代表更是指定的工人 农民 中共禁止独立人士参选代表 民主大门依旧是关闭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认为 中共这次的人代会看点 还是在高层的人事分布上 至于什么阶层的人占多少比例 王君涛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共产党他不管在哪个阶层选代表 他都是批着这个阶层的外衣 但是这个心是个共产党的心 就是说他选代表选忠于他的听个话的 算到共产党一直投票的话 没有什么用 不过王君涛表示中共高层人士的分布 可能会有些变化 在去年发生了就王立军出走美国领馆 那么导致了整个的18大的人士上 江泽民又借着另计划的儿子这个事情 又打作文章 跟薄熙来的倒台18大人士打翻盘 推翻了原来是其他的人士安排 自1998年起国务院领导班子固定为一正四副五委员的十人组合 十二届全国人代代表名单的出炉也牵动国务院十人组合 据了解排名第一的常务副总理由政治局常委担任 副总理都是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的党内职务则并不固定 有的是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有的则仅是中央委员 但是都是中共国家领导人 王俊涛指出 过去共产党有个特点 总理和常务副总理基本上分属两个派系 和常务副总理都是这样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代表名单还有另外一个看点 那就是解放军代表大幅抄边